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罗宾 欢迎来到罗宾水族 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水草转红的机制 这几天寒流来袭 温度低的吓死人 你有没有发觉你家的水草 它的红度显得更红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在水草要转红有几个要件 就是要注意一下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水草它的光线要充足 也就是你采用强光的话 它会让水草更容易转红 那第二个条件呢 就是丰富的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是水草所需要的碳源的来源之一 你有丰富的二氧化碳 你就可以促使我们的水草的花青素 还有一些其他的色素 能够产生更多 因为这个碳源就是 这些色素的养分的来源之一 你没有碳 你就没有办法去制造出这些色素 少了二氧化碳 你的水草就不容易转红 当二氧化碳充足的时候 你的水草就会更容易的转红 甚至转得更红 那另外的话 就是我们的养分 水草要转红 罗宾会把这些水草 红色部分分为两大类 第一大类就是我们的缺素红 何谓缺素红呢 也就是说水草它在于蛋的需求 它不需要那么多 你利用限制蛋的这个因素 让水草蛋肥降低之后 叶绿素就不会那么浓厚 就不会遮盖了我们的花青素的显现 一旦少了这个遮盖之后 你的花青素就容易产生 这个是缺素红的机制 那另外的话就是营养红 营养红的话就是它需要丰富的蛋磷甲 你让它吃饱饱在强光和强二氧化碳的条件之下呢 它就很容易长红 也可以长得很粗壮 我们来了解一下缺素红有哪些水草呢 缺素红最经典的草种就是红宫廷 丹麦雪红宫廷 还有牛盾 还有小红莓 这一类的水草都是属于缺素红 就把握刚刚我们所讲的 你缺素红就要运用缺素红的手段 你用把氮肥降低 然后二氧化碳加强 以及你的光线也是加强 这样子的话提供这样 逼迫它们产生花青素 可以显现的这个方式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去调控 这个缺素红的水草 另外营养红的话 它代表有哪些呢 例如说红雨伞 或者是大红叶这一种的 它们都是属于营养红的水草 那你用缺素红的话 它有时候会转红 可是就是非常的瘦小 那个条件之下 你就会觉得说 这个感觉好像成长不良的样子 营养红水草 它就是需要丰富的氮磷钾 钙免这些丰富的元素 你提供给它丰富的养分之后 它会更容易的转红 这时候你只要用方法不对话 你用缺素红的手法 去操作那个营养红水草 那就可能它没有办法红到那么红 甚至它会变得非常的瘦小 成长不良 这个就是营养不良的原因 你要把握住 就是水草它在操作的时候 你要把握住它是营养红 或者是缺素红 这两个你要清楚的知道 它们是属于哪一类 那对于水草的不同种类 你这些营养红和缺素红 你只要有不了解的地方 欢迎在底下留言 罗宾就会告诉你 这个猪草是属于缺素红还是营养红 你就会很容易的去运用 缺素红的手段 或者是营养红的手段去操作它 另外一个就是低温 像这几天寒流来袭 那个温度很低啊 温度一低的时候 你会发觉你的鱼缸里面的水草 显得更红 为什么 因为红色水草 它在低温的时候 它的花青素还有一些色素 很容易就会呈现 你运用低温的这个方式 你也不能把温度降到过低 因为我们的鱼缸里面 还是有我们的鱼啊 蝎啊这些生物 我们一般调控上面来讲的话 都是控制在20度到23度左右 这就是偏低温的这个温度 你这样的去控制它的话 你的水草会蛮容易转红的 再来一个就是提供给这个水草缸 干净的水质 你定期换水 或者是频繁的去换水 把这个水体的 这个一些有害物质 全部都移走 保持水体的干净 如同在大自然一样 你让它很干净的水体的话 水草也很容易转红 所以水草要转红的机制 那我们再来重复一次 就是我们要达到的是什么呢 强光 然后充足的二氧化碳 以及正确的施肥 还有保持低温 以及保持水体的干净 你只要掌握这几个要点之后 我们的水草就很容易 透过我们人为的方式 去把它调控 我们就很容易的去营造出 不同的水草的颜色 这就是罗宾针对水草要转红的机制 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欢迎在底下留言 告诉罗宾 你想要种哪些红色水草呢 遇到哪些瓶颈 让罗宾来协助一下 让大家都可以红韵当头 我们这一期节目 就先到这边 告一段落 夺冰水族 我们下回再见哦 拜拜